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念三一 瓦伯伐气 志愿出家 首道清博 繁星高远 慈悲一切 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 说不怕念起 只怕惹齿 既然是凡夫 长节轮回在六道 这不起心不动念是肯定做不到的 真正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 是阿罗汉以上的境界 换一句话说 是四圣法界里面的圣者 那不是凡夫啊 对凡夫来讲 念起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这个念头很恐怖 肯定是恶念多 善念少 肯定是如此 所以菩萨叫我们要觉悟 不怕念起 只怕惹齿 特别是对于悟 特别是对于悟念 如果一觉悟呢 这个悟念就能止住了 善念就生了 常常住在善念当中 善念当中 余心合作与善念 善念对于善念当中 常常跟善念在一起 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 久而久之 就熏席成为善念的气质 我们讲 改变气质 改变其知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无过于清净善知识 那么佛是事出事经第一善知识 佛在此地教导我们 常念三意 我不发气 佛一桌只有三件 所以叫三意 除三意之外 那么只有一颗布 这个吃饭的我们今天讲的饭碗 这个布通常都是瓦布 我们今天讲是淘气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铁波 佛法这是如法的波就是这两种 一种是铁波 一种是瓦布 罚气随身的道具 这个是世增实现在我们世间 他日常生活的状况 所有的财产就是这么多 所以事出事发了 万云放下了 万云放下了 佛是做到之后再教我们 不使说而不做 他是真正做到之后再说 所以我们今天不但学圣人 学贤人都不容易 但是圣行是我们永恒向往的目标 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向他学习 要学得像 志愿出家 这是说一个真正的 对于宇宙人 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明白的人 他一定会发愿 发什么愿呢 发出家的愿 这个出家 绝对不是值我们世宿这个家庭 离开世宿家庭 不是真正出家 那么这个家是值什么呢 佛法里面讲的 生死之家了 你能处理生死 你是真的出家了 你能够处理烦恼 烦恼是家了 五阴是家了 这个重要啊 至于世间这个家庭不重要啊 所以在家 这个出家在佛法里面讲 有这个在家出家 出家出家 在家出家 身在家了 心出家 就是前面讲的 不然而是落 这个人心出家了 佛陀在世的时候 唯一魔居士 他是一尊父 他是在家父 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出家父 如果讲真正出家了 唯一魔居士也是出家 他出生死家 出三界家 出五阴家 跟释迦牟尼佛决定没有两样 所不同的呢 那在形式上 他实现在家出家 释迦牟尼佛实现出家出家 不同地方 在此地啊 至于 熟悼清白 繁省高原 慈悲一切 那世尊跟唯一魔居士 决定没有两样 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明了 要懂得 出家人千万不能够供高过慢 认为穿上这个出家衣服了 就比谁都高了 往往都阿比地狱 为什么呢 供高过慢 就把佛法形象破坏了 佛法是慈悲一切 佛法是亲虚恭敬 哪有供高过慢的菩萨 没这个道理 你把佛法形象破坏 当然 你要被因果责任 你要受过保 释迦如实 在家也更不必说了 在家 霸上这件慢衣 要供高过慢 罪过比出家供高过慢 还要重 所以 末法是起 破戒 犯过为什么会这么多 这么普遍 实实在在讲 就是疏忽戒律 不读经之过 我们戒律不去念它了 也不去念它了 哪里能够做得到呢 不但做不到 连想都想不到 所以 末世的毕串 身心都是罪过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说得好 严福提众生 其心动念 无不是罪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些事 就在我们眼前 只要我们冷静观察 清清楚楚 明明白本 所以今天 我们读到这句经文 致命出家 要知道 出生死家 出烦恼家 出三界家 当然 世俗之家 纵然在家 心里面亲近 一丝不挂了 这真正是 致命出家了 收到 清白 这个道 我们把圈子 说得最小 道是什么呢 道是 祝福 屠萨的教会 戒定慧之道 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月 这个是佛菩萨的大道 必须遵守 在修道 培养自己的真诚心 亲近心 平等心 正确心 慈悲心 凡是亲近 行是行为 身心亲近 就是世间人 称之为高人 称为大人 对一切众生 大慈大悲 平等地 不失自卑 平等地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苦难众生里面 最苦的是迷惑不久 所以 帮助众生 破密开悟 利苦得落 这才是真正慈悲 请看最后一段 第八却知 生死至然 苦恼无量 法大成心 菩萨一切 愿待众生 受无量苦 令助众生 逼近大落 生死至然 至然是比喻 像大火烧得非常直胜的样子 这个现象 在日式的时候 我们看到 太阳 一平 火海 自然 从这上面 会给我们有很深的 印象 生死 是六道 众生的 形象 这个形象 非常痛苦 众生 从堕落到六道之后 很难脱离六道 在六道里面 死生 生死 永远 没有休息 所以佛经上讲 生死疲劳 佛菩萨眼睛里面看到的 这是无比的可怜 这是无比的可怜 可怜 在生死轮回当中 决定是在三三三三道道的时间短 在三三三道的时间短 六道里面的众生 我们可以说 三三道是他的老家了 是他的家乡 三三三道是出来度假 旅游 光光 时间非常短暂 为什么会是这个现象呢 我们从夜莺古报上去观察 就明了了 不要去想别人 想想自己 我今天从早到晚 齐心动念 是善念多还是悟念多 就明白了 如果是悟念多 悟念所感的 是三土地狱 善念所感的是人天佛报 那我们的悟多善少 那果报当然是三土的时间长 人天的时间短 环游一个最明显测验的方法 凡人都会做梦 你想想 你每天晚上做的梦 是悟梦多 还是善的梦境多呢 从这个地方非常明显 知道自己 在六道里头轮回的状况 我自己的经验 没学佛的时候 天天都会做悟梦 学佛之后 大概最初的十年 还常常有悟梦 到完全没有做悟梦了 我跟诸位说老实话了 也大概是最近的十年 我学佛五十年了 那么换一句话说 三四十年的功夫 晚上悟梦没有了 这几十年 天天在读经 研教 讲经 劝自己 劝别人 我在讲台上 常常跟同学说 我讲经是完全劝自己 自己是自己最忠实的听众 一堂库都没有去 最得受用的是自己 时间长了 年代久了 不知不觉 心理上转变了 这个就是古人所讲的常识熏修 没有刻意去转变境界 自自然然转了 而且这个转变最初非常缓慢 也很不容易 自己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信守佛的教诲 一定要记住老师的教导 决定不可以 扬奉阴违 自欺欺人 自己欺骗自己 才会欺骗老师 欺骗佛菩萨 那这个就决定没有成就了 你在佛法里面被淘汰掉了 你还是继续去搞三图六道 唯有诚心 承信 认真 努力 好 自自然然 转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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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定功恨的时候 速度就快了 所以到后面 我们一般人讲 加速度 为什么呢 心地真诚 我们所说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确实达到了 真正响应了 这个时候修行转境界的速度 就不失普通的速度了 真的是加速度 那么这种情形 常常跟在我身边 但是要真正用功努力 他才能发现 我这些年来 特别是最近十年 你听我最近十年所讲的音 年年不一样 月月不一样 你要细心去观察 可以能够观察到每一个星期不一样 与信的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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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章事情放不下 你想往生不可能 你总不能带着去往生 没这个道理 什么时候完全放下了 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时候你就有把握了 你就有信心了 决定不造不一样的相应 决定不做一桩不善的事情 务必让自己的心 让自己的心纯净 自己的心纯善 表现一个最好的样子 形象 给社会大众看 这个形象 佛菩萨的形象 千万不要信三图六道的形象 那就错了 你跟佛法背道而驰 学佛 归异佛门 或者出家了 身上披着要袈裟了 还要做违背佛教的形象 这是什么人呢 那是母 世尊大年在世的时候 他说魔王博寻 法院要消灭佛法 佛说了 祝佛大法 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 没有任何力量能消灭 博寻就说了 等到你老人家末法的时候 你的法院衰了 我让我的母子母孙 通通出家 披上袈裟 来破坏你的佛法 释迦牟尼佛听了 一句话不说 流言流言 佛法魔是不是能破坏呢 魔不能破坏 魔能破坏的是 破坏佛教的形象 破坏一切众生 文法得度的机缘 所以魔戒罪 不跟佛戒罪 跟一切众生戒罪 魔虽然欢喜一时 哦 他能把佛法消灭掉了 这一桩事情 度阿比地狱 无量戒又无量戒 那个苦头够他受的了 释迦牟尼佛的形象被破坏了 被消灭掉了 没关系 第五尊佛 弥勒菩萨又出世了 心结当中 千佛出世 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 下面第五尊 后面还有九百度尊佛 魔有什么力量能消灭佛法呢 不可能的事情 真叫胡作妄为 千佛的总护法 我常讲啊 千佛护法的总司令 是魏陀菩萨了 天沐山恢复起来 我尊敬他 尊敬他什么呢 他是千佛护法的总司令部 不是为我 我会到天沐山去吗 不可能 我们赞助 维陀菩萨 就是赞助 拥护千佛出世 广度众生 意思在这个地方 佛法周边在虚空法界 绝不在一个地方 我们在任何地方 都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 在任何地方都能把佛法发扬广大 利益这个地方的一切众生 所以佛法长江是预言身 哪个地方有预言 佛菩萨在这个地方实现教化众生 但是预言 是 不实永恒 预言有神秘 因此 有智慧的人 觉悟的人 他认识机遇 他掌握机遇 有时候这个地方的机遇 一年只有很短暂的几天 几天也要抓住 一两年 一两年也要抓住 为什么呢 这个机遇云千载难逢 不能舍掉 是你极功伟德的机遇 你要轻易舍过呢 舍掉了呢 那么换句话说 你想修极功德 机遇云舍掉了 这个没有真正智慧 你看不到 你也把握不住 早年大陆刚刚开放的时候 九华山 邀请圣义法司去将军 中国大陆开放 第一个去将军的 圣义法司 圣义法司来看我 我说 这个机会难得 你一定要去 香港许许多多 法司劝他不要去 我说你去 这是机会 太难得了 他听我的话去了 机会抓住了 我们今天在日本 这个地方讲经 虽然时间只有十二个小时 机遇云 以后再有没有呢 很难讲了 学佛的人不能不懂 这一个道理 不能不知道 这些四十真相 机遇云就像闪电一样 一纵即使 抓住了那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所以我们看到 生死自然 生死自然 苦恼无量 这个是六道众生的真相 下面是佛劝我们要发大臣心 菩提一切 大臣菩萨了 发菩萨心 发菩萨愿 是一平等心 清净心 清净心 真诚心 帮助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是真正帮助自己 愿待众生 受无量苦 令住众生 逼金打落 菩萨 菩萨若是 视线在世界 无非是做出 牺牲奉献 学籍为人 能忍受一切 人为天然灾害的形象 教化众生 如果我们从大经上来看 诸佛如来 发生菩萨 我们就不论了 单看舍法界里面 这些大老汉 毕之佛 全教菩萨 实实在在讲 他们尽私烦恼断了 沉沙烦恼也将尽了 在六道里面 释心 还要释心 持戒 还要释心 守规矩 因为人家已经到了 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的境界 为什么还要 斤斤计较这些小吉 没有别的 是教导出血 教化 迷惑颠倒的众生 为他们做示范 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 舞台上表演 很认真 很努力 表演得非常逼真 为谁呢 为观众 祝福菩萨到这个世间来 事先表演 是为众生 那为这表演 要受许许多多的苦楚 并不自在 这一切的一切 没有一样 不是为教化众生 这个就是慈悲一切 这就是待众生苦 为什么世真当年 是现在是 一定要过三一一波的生活 树下一休 日中一时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过好一点的生活 我们看看 劣带一些左思大德 就是最近的 距离我们最近的 盈光大使 虚云老和尚 慈舟法使 我们所熟悉的这些人 在家居室里面 像夏连居 梅光夕 江卫农 周正安 在台湾 在台湾 我们亲自看到的 黎炳南老爵士 不是不能过好一点的生活 他自己有工作 有收入 过最苦的生活 能省就省 省一块钱 省一毛钱多好 戒省下来 帮助佛法 帮助一切苦难 我跟李老师十年 他真正的生活状况 我不知道 到他老人家往生之后 给他做个纪念馆 纪念馆里我们一起参观 才明了 他里面穿的汉衫 补了再补 袜子也是补了再补 他自己补啊 衣服我们晓得 他的外衣 一件中山装 穿了三四十年 这个我们晓得 里面我们不知道啊 学生供养他的衣服 一转手他就送给别人了 供养别人 自己不用啊 生活我知道 我跟他在一起生活过 一天两块钱 那时候台湾钱两块钱 这是四十年前 我跟他在一起 当时美金大概是一笔四十 换一句话说 李老师一个月的生活费用 要和美金呢 大概一块多一点 他的收入非常可观 全部都做慈善事业 真的是深教 我们亲眼看到的 没话说 他教导我们 他自己真做到了 自己没有做到的 不敢教人 怕人家要追问 你说的那么好 你做到没有 那个难为情 你怎么回答人 做到 自己做到 然后才能教化众生 自己 真正能够持戒 真正能够得清净 到心 你才能够感化别人 叫别人 见到了 听到了 内心里面敬仰 所谓是 心服 口服 帮助政生 逼近大路 在末发时期 只有一个方法 劝导别人 念佛求生 净土 念佛求生 净土 并不是很容易 不错 是一行门 八万四千话门里面 比较起来 最容易 最简单 最容易 实际上 并不是想象当中 那么容易 为什么呢 明天这里要做三十七年 三十七年佛寺里头 中风禅寺讲的话很好 心 要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同 阿弥陀佛什么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正慈悲 你是不是这个心 愿要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同 无量寿经上四十八愿 你哪一条做到了 心跟阿弥陀佛相同 那就是心跟愿落实在生活当中 落实在厨师待人介乌 这样的人 我曾经讲过 你一生当中念一句阿弥陀佛就那么深 如果你的心 愿行跟阿弥陀佛都不相应 你一天念二十万声佛号 也是含破喉咙也枉然 这个离四都要讲清楚 讲明白 劝导一切众生 自己整干 我才不欺骗别人 我自己会说 我自己不会做 那你是骗人 人家不会相信 你骗人 你就破坏佛法形象 这是一定的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